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 就是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提出来的 从这些发言中 我们能感觉到当年全党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怎样的热忱 其中的真知灼见又是多么令人折服 如果从历史的前诉和后言中去考察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七大是中共为走向全国胜利做好准备的标志 而八大是中共探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再入宪法的时候 中共中央曾经指出 经过三个五年计划 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只是打下一个基础 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大概要经过五十年、十个五年计划 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毛泽东还说 我们上半个世纪搞革命 下半个世纪搞建设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 对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有了这样的考虑 美国的开国领袖华盛顿也算劳苦功高吧 但他做了八年总统后退为平民 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参考一下 也可以退为平民呢 董毕武在八大上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至今令人深思 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 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品 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治的心理 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 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 过去功劳多大 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八大召开前后 中央领导同志谈到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时说 如果台湾和平统一 一切可以照旧 台湾可以继续保持原有的制度不变 他宣布 爱国一家 爱国不分先后 倡议国共两党 为了民族和祖国的利益 第三次携手合作 在研究八大过程中 我想就是 他很大地在历史发展 中国党的历史发展作票上 是很可能成为 两次伟大革命的一个交汇点的 中国的第一次伟大革命的话 那就是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领导的性质革命和社会改造的胜利 到八大丢为性质革命的胜利和社会改造的胜利 做一个基本的总结 所以八大是第一次伟大革命来说 是一个历史的总结 同时在八大 又对进入主义社会主义 又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探索 包括一些我们的政策的制定 还有一些干部的准备这方面 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从编织强国之梦 到踏上强国之路 其中的曲折与磨难 给我们留下了长长的思索 1956年 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 1957年春夏之交 我们国内知识界出现了思想混乱 发生了极少数右派的进攻 这个时候毛主席对于这些事件 重新强调阶级斗争 并且把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 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 1957年以后的岁月是不该忘记的 由于受到国内外一些事件的影响 从1957年下半年 反右派严重扩大化开始 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走上了曲折之途 1958年 中国共产党怀着极大的热情 急切地希望带领中国人民 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 找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但是由于操之过急 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犯了违反客观经济规律 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 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 大跃进 我们头脑发热 刘少奇同志 周恩来同志 邓小平同志头脑发热 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毛泽东同志脱冷水 从1957年冬开始 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发生了重大的生物 以高指标 下指挥 浮夸风和共产风味 主要标志的做清错误 严重地发烂了开来 党本来希望 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来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 但结果却正好相反 由于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 导致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调 生产也受到了破坏 人民的生活也陷入侦 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重大的盛事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后果如此严重 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所始料不及的 1958年秋冬之间 毛泽东同志带头提出并要求纠正他已察觉到的左的错误 他多次发出警告 胡秦不要拉得太紧 拉得太紧 有断贤的可能 但1959年庐山再起风云 彭德怀的一封信 使会议的主题 由纠左变成了反右 秦贤再次被拉紧了 这组资料镜头记录了三年困难时期 人民的生活状况 尽管当时不断报道了一些浮夸的消息 但事实是 中国的经济陷入了困境 面对严重的困难 毛泽东意识到 我们搞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 我们要找出规律 1960年 他写下十年总结 认为大跃进出现的问题 是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决心调查研究 纠正错误 1961年 1月中央全会上 通过周冬里提出的八字方针 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 从这开始调整 所以1961年 农业是六十条 工业七十条 商业四十条 高教是四十条 手工要三十五条 但中间呢 有的很大的助力 就是思想不通 就开了个七千人大会 来解决这个思想问题 大家敞开思想 大家思想一致 因此是同心协力的 跟群众一起 就克服困难 当国民经济调整任务 即将基本完成的时候 1964年 12月21日 周恩来 在全国人大三届 一次会议上 庄严宣告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 主要任务 总的说来 就是要在一个 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 具有现代农业 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 和现代科学技术的 社会主义强国 从那时起 四个现代化 成了家喻户晓 并为之鼓舞的口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